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今天也就是十一月四号 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议 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 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 据悉呢 这次会议还将揭晓市场所期待的 重磅的财政刺激方案 那么官媒预计呢 将会在会议最后一天星期五 公布结果 我们将拭目以待 那么中国经济目前需要哪些方面的政策刺激 或者改革呢 最近40天以来 已有的从央行到发改委等部委 接二连三的刺激行动的效果怎么样呢 国际社会如何看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手段呢 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分析 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 谢田博士 谢教授你好 宇泽好 恒景好 大家好 好的 另外一位呢 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 李恒青先生 李先生您好 宇泽好 谢田教授好 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 大家好 好 我们非常欢迎两位 那么首先呢 我想请问 谢教授啊 就是说从9月24号以来 这个央行啊 发改委 证监委 筑建部 财政部 这个都发布了经济刺激措施 那您认为这些措施呢 这个一个接一个出来之后 目前效果怎么样呢 谢教授 对这个效果看来是很成问题的啊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这次的会议呢 人大常委会呢 人大呢就是这个中共的橡皮图章啊 如果他要通过 最后通过这个市场期待的 重磅刺激经济方案的话呢 应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呢 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们是最后执行 那我有一个感觉呢 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感觉呢 他现在这个人大这个常委会的会议 他选在11月4号到8号这4天 这个时间正好跟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呢 实际上是重叠的 换句话说呢 他们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开始投票 等到8号结束之前呢 这个大选也许会出来一些结果 一些结果 原因就在于呢 很多人也问到 就是中国现在推出这个刺激方案 跟美国这个选举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就是他实际上 这个刺激方案究竟是否要实施 可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常委 他们可能已经做出了决定 但是他们最后还要看一下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 如果结果比方说如果结果是这个民主党的继续执政的话呢 他们可能预计美国的对华金的政策不会出现改变 如果是那个川普第二次再次入主白宫 并且他们也知道这个川普对中共经济制裁 经济封锁灌税战上的一些立场 那意味着就是说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会非常的大 冲击会非常的大 所以他会推出这个高达10万亿人民币的这个刺激 刺激这个政策 但是我看到那个问题是在于呢 就是说这个经济 中国经济基本上现在一种 你可以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一个病人 你再怎么给他吃补药啊 吃人参汤啊什么之类的 基本上于事无补 他这个已经出台了很多 过去这一年都来出台了很多那个政策 好几万亿的刺激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 我们看到股市的一两万那个刺激呢 大概让股市呢 其实坚挺了大概两三天 然后又滑下来 就是说现在这个 民意中的这个十万亿的刺激规模呢 60% 那具体60%呢 会用在那个帮助地方政府 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而40%呢 会用具那个在房地产相关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住建部啊 政建 那个财政部啊 都在发布这些刺激措施 换句话说呢 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钱 会流入到可能对经济 发展的产生新的影响的那些 实体或者制造业的一方面 所以这个刺激效果 我相信是会很有限的 就主要的还是为了让地方政府能够存活下去 让它油米下锅 那么说到跟美国大选的影响 其实也有一些媒体分析人士在说 就美国的 中国 就是中国呢 应该是把这个火箭筒 现在是扛在那边 藏在那边 等待一旦特朗普上台的话呢 他就准备用他的这个火箭筒 那么根据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的建议呢 说这次的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的议程呢 还包括就是刚才谢教授讲的 审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这个报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外界所期待的重磅财政的这个刺激方案 那么财政部长蓝福安呢 几个星期前也曾经是暗示过 这个大规模的刺激是在路上 那么有分析是说 其实呢 这个刺激措施呢 已经是出了这么一大圈 零零总总 那么现在呢 中国社会最需要的 人们最期待的应该是改善税收 还有社会补助 而不是像刚才谢教授说的 他会用来这个为地方政府去这个书写 李先生您怎么看呢 应该说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啊 是希望这个中国出大招 但是呢 现在啊 自己啊 其实也都心里特别清楚 这个大招呢 很难出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政府啊 现在基本上没钱了 对吧 这个财政呢 已经枯竭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 所有的大招都是要来自于呢 什么 来自于债务 那这些债务呢 也都是纳税人的钱 最后不会是习近平 或者李强他们来还钱 拿自己家的钱来还 对吧 那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 大家呢 原则上啊是对政府呢 应该是一个彻底的失望的一个状态 那人呢 又盼着呢 说哎 政府呢 有可能会出现大招 那这个时候呢 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是那个第一个知道大招的人 哎 这个时候就有了机会去投机 去发横踩 所以呢 他们就有这种抱着这种幻想 就像前一段时间股市似的 股市哎 政府这个国家队入市 这个养老进入市 这些呢 一块来催生了更大的泡沫 但是呢 这个幻想呢 很快过去了 所以那些呢 进入股市的那些从来没有投资 股票投资经验的 这些新进来的股民 很多都被套牢了 而真正逃出去的是什么 是权贵 因为他们是有第一时间知道 什么时候是政府在放大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 我想呢 应该说呢 大家呢 现在心啊 应该是凉的 这一点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 刚刚你提到的啊 说是不是像很多的 很多的民众呢 希望能够在这个改革 这个改革税收 和增加社会补贴 这些问题上 政府能够增加更多的投入 减轻大家的负担 这点啊 我想就别想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别想了 为什么改善税收 改善税收是给你加税 要是改善税收 那还可以 如果要是改善税收 是减税 让利 你就别想 为什么 政府都没钱了 它能让你好过吗 对吧 它就是要从你那拿钱来补贴 它维护政权嘛 所以我想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社会补贴 羊毛都处在羊身上 现在财政已经枯竭了 都是在负增长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政府拿收出来的税 它自己不花 它拿来给你补贴 现在能够啊 能够说政府别再更多的墙 别再给我们减低我们的这个补贴 再像前一段时间 社保基金200多块钱里头 它还要拿走一半呢 对吧 少动这点脑筋 然后呢 别老想着从那个社保基金里偷钱 这种事儿少一点 你就阿弥陀佛了 好 谢谢你 那么事实上呢 就是说到这个一般的规律 就是政府和人民呢 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天敌的关系 只是看你这个制度 对政府呢 有没有监督 如果没有监督的话 这个人民老百姓 那就是再见难逃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分享一些 推特网友的 他们的评论 好 第一位呢 是叫Reader 他说呢 打击私企民企 靠印钞发债 财政刺激 大水漫灌 是无法挽回中国经济的 只能再次吹大楼市和经济泡沫 接下来的一位是天地亮 他说的 中共如果真心刺激财政 基本上是不用等到 毫无作用的橡皮图章来确认 比方说武汉肺炎 全民关金币 都不需要人大开会确定 何况只是财政刺激方案呢 关键呢 就是习想不想做的问题 好 最后一位是地狱天使 他说呢 经济呢 不是靠刺激拉动的 地球上只有独裁证券的国家 才会这么做 再说呢 中国经济还用刺激吗 习主席每见一次外国元首 来宾都自信满满的 跟人家说 中国14亿人 已经完全脱贫 迈入小刚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财新网呢 不久前 报道说 中国政府呢 在未来三年之内 将发行总额 预六万亿元 人民币的特别国债 来帮助地方政府 化解债务 这个是回到主题了 那么路透社呢 也报道 中国计划 今年发行 大约两万亿元 人民币的特别主权债券 作为新一轮的财政 财政刺激措施的一部分 其中呢 财政部计划 发行一万亿元 特别主权债券 主要呢 是用于刺激消费 那有分析说呢 中国其实从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开始就已经 陷入了资金流动性的陷阱 就是不断的增加货币量 但是钱没有进入 民营实体经济 多数呢 都是存在银行 或者是流向了国企 因此呢 对社会的贡献很低 对经济助理 恐怕是适得其反的 谢教授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也就是中国现在这个 我们说这个中国经济存在这种 结构性的制度上的问题呢 就在一次 因为中共实际上它只是在这些 某一些行业 某一些那个领域呢 开放了私营企业 民营经济的参与这个社会经济活动 但实际上对这个整个社会 整个这个经济体系的掌控呢 还是在这个国有企业 而这个银行贷款呢 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明显 可能也确实出现了一些 比方一些民企业私企啊 拿到了贷款以后呢 老板那个拿着钱就跑路了 然后呢钱收不回来了 让这些银行呢 会感到非常的危机重重 他们害怕 因为中国也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 这种企业的那个信用体制 不光是这个 像美国的话 它有一个个人的那种信用分数 对吧 很严密的一个分数体制 也有个企业的那个credit score 信用体制 那就是说它这个对企业放贷 就在美国来说商业放贷的话 是主要的 那很容易就是说 就是说可以准确的放贷 并且可以收回来 而中国如果有一些私营企业 民间企业 业主拿到钱跑掉的话呢 那样中国的银行也非常担心 他们宁肯把钱呢 那个投在这种国营企业 国有企业上面 那但是投在国有企业 当我们说它的效率很低 效率很低 但是这个银行 它不在乎这件事情 它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就是如果钱收不回来呢 也是国家的 它就至少它的银行 觉得是那个风险性比较低 所以这种实际上是完全就是 这个结构性的制度上的问题 而中共现在并无力 没有心 没有有意去改变这种结构 或者改变中共这个政府 共产党政府呢 对这个经济的控制 所以对这个民营实体经济 你不管它这个口号上 怎么说 怎么要倾斜 怎么样照顾 最后就像你刚才讲的 很多钱呢 就流向国企 流向国企 这次呢 可能流向股市呢 来让这些国企 来保护国企 留向那个地方政府呢 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 而那个既然地方政府的债务又化解了 比如国家来担保了 下回它还要继续接待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越演越烈 就到了今天这个状况 嗯 就根本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它绝对不管做什么 绝对不会进行这个 真正的这个政界的改变 那么另外呢就是BBC英国广播公司呢 说此前呢 中国央行推出的刺激工具呢 在中国过去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就是允许银行贷款给企业 用以回购自己的股票 那么这与中国过去的市政风格呢 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从尽量避免到鼓励经济 脱实向虚 这个脱离实体经济 向虚拟面向虚拟 走向虚拟经济啊 那么这个现象 李先生您怎么看呢 嗯 应该说啊 中国的经济这个经济体啊 应该说整体来说呢 效益呢 跟西方的经济体比啊 效益相对来说低一些 嗯 上市公司呢 相对还好一点 因为呢 它还有相对严格的 一个准入的这个线 但是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说 这些多数企业是如何经营的呢 更多呢 是靠这个风向 靠看风向 靠找风口 找到风口了 这个时候呢 就一飞 冲天 比如像电动车呀 像新能源 这个 这个像 风能啊 电能啊 这些呢 这个光能啊 这些呢 产业呢 一下呢 就冲起来了 主要是靠风口 但是呢 自主创新呢 这个能力呢 相对低 上市公司啊 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问题上 那当然了 它还是挫子里头呢 拔将军 那毕竟呢 还是挫子里头的将军 从这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啊 说呢 真正如何提高 这个企业的效益 这个呢 实际上呢 实质上是问题 但是呢 政府呢 并不把这个东西呢 作为它的 这个 这个 去 帮助企业也好 刺激企业也好 一个风向标 那现在它用的什么办法呢 它就是刚才 您提到的 现在呢 出的新招 就是用这个股票和贷款 这两个之间呢 进行一个置换 那原来呢 是你发行了股票 也是融资 因为买股票 然后呢 钱进到企业当中 对吧 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 但是现在呢 说企业呢 说现在它鼓励你干嘛 鼓励你贷款 贷款去回购 定向回购自己的股票 那你想 我实际上呢 钱并没有拿到体内来循环 也没有增加我的流动资金 也没有增加我的 这个 整体的 这个 是用功的这种效率 但是呢 它达到了唯一的一个好处 唯一的一个好处 回购自己的股票了以后啊 你就是不用付息了 不用那个付 Dividend的 不用付这个 这个 叫什么 Dividend 红利 红利 对对对 红利了 但是你要付什么 你要付利息 贷款的利息 那时候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增加了股票的价值 可能性 增加增长了可能性 因为什么 因为购买的需求大了 那现在呢 就有可能拉升中国的股市的整体的走向 这个实际上还只是习近平的一厢情愿 他就想看到股市就会出现买买买涨涨涨 这个就像前几段时间 实际上一样的 但是经济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你领导者一厢情愿 拍脑子就来的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实际上一定啊 就是这个叫什么 水中捞月 对吧 最后呢 实际上呢 跟习近平的每一次的施政呢 都是一致的 所以从这个先前看 是不是脱石向虚 或者是脱虚向识 实际上像这些名词啊 就是习近平喜欢用 就是呢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所以呢 他就喜欢用一些 这个虚头八脑的这些词呢 最后弄出来 没有用的 等于其实说来说去 不管是什么 哪个石哪个虚 最关键的还是说 这个领导人他 他觉得这是一个面子工程 希望他脸上好看一点 好暂时的好看 让人们吆喝一下 那么另外呢就是 中国的官方呢 一直是说要刺激消费啊 广泛的共识呢 也认为 中国消费呢 现在迟滞 基本上每个人都在说 那么 中国的家庭消费呢 占GDP的比重是39% 美国呢是69% 那为什么 中国的比重会这么低呢 有一个分析解释说 他说这个主要原因呢 是中国把国家资源 导向了投资 那谢教授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这个 这个经济体制的形成到现在呢 实际上有它一个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更早的时间 以前那个中共的前30年也好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 所有的那个所有的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活动呢 都是为了政府的那个政治目的 你不管它是备战备荒也好 反美也好 反书也好 就是它实际上为这国家服务的 为国家积极服务的 那这中共的实际上是在这个 这个极大的压低这个 压低这个人们的这个 的收入水平 嗯 也压低农民 剥削农民 我们知道它有这个工农产品的减刀差之类的 中共到开始走向改革开放 在放开这个经济以后呢 实际上是一种被动性的 实际上它这个经济体制呢 在文革以后呢 因素于崩溃 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 不得体的放开了私营企业 然后让这个资本主义来挽救社会主义 而确实中国也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呢 虽然是有限度的一些资本主义的那个经济体制呢 确实是挽救了中共的那个摇摇欲坠的 这个社会主义政权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 它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开 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些国企业央企的 由中共亲自直接控制这些大的企业 或者做个经济的阻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知道 对不起 那它就说它实际上那个严重的存在着 就是国企或者国家政府呢 跟老百姓争利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最有优势的 比方最有利润最高的 或者最有流水的这些企业 那都被他们给控制了 所以它这个实际上整个经济设计的 整个现在经济结构的设置呢 就是为了这个维护中共的这个政权 维护这个权贵和它那个既得利益 它从来就没有把说老百姓的那个财富呢 当做老百姓财富的积累和增长 当做他们那个真正的目标 我们看到里面说过去那个三年 那个瘟疫期间的这种各种的经济救助 所有的国家它都在给这个老百姓发钱 你从台湾要美国也好 给老百姓发钱 然后呢老百姓拿到这钱以后呢 它自然就会消费 中共呢它从来没有说真正把这个财富呢 反向的流到这个老百姓手中 而这个实际上是由它这个政治体制决定的 所以到现在中国那个经济消费呢 就在GDP的比中叫三分之一左右 而美国其他正常国家都在三分之二左右 那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整个经济 究竟是为什么服务的 是为这个老百姓的福利福祉来服务呢 还是为这个政府的存在服务的 所以说到底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是 中国现在要把这个投资啊资源呢 都导向了投资 也是导向了国企 也是导向了他们可以控制的 那种经济那部分 而不是真正的投向那个消费 或是投向让这个老百姓呢 让国家富起来 所以这个确实实上是这个 还是回到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总而言之呢 就是它这个经济呢完全就是 政治的一个附庸啊 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 李先生也说到过这虚头巴脑的一些新词啊 那么对于习近平常说的这个词 就是新制生产力 最近很火热啊 那么有分析说呢 新制生产力呢就意味着是把 有限的资源投入 其中的大量的投资呢 等于是大量举债 但是呢 并没有触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那么这问题呢 说到底 是不是就是刚才谢教授也说到了 就是国企和国有银行 他们这个霸主性的存在呢 李先生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说呢 这个新制生产力啊 其实呢也不完全是没有 没有这个他的内涵 应该说习近平内心啊 实际上希望呢 他希望通过像 这个日本原来他的那个通产省 制定国家政策 然后呢 集中力量呢 发展出一些 有能够占领 这个国家发展的制高点的 这样的产业 就像原来当年那个通产省一样 他希望是这么做 但是呢 他现在的问题是呢 他现在的办法就是什么 只有靠举债了 举债 引导投资 然后呢 接受投资主体 主体到给谁了呢 他不相信这个国企 这个民企 他所以呢 只有给这个国企 对吧 因为呢 他觉得民企呢 一发展了以后 他就会出现呢 一心 跟党不一条心 你比如像阿里巴巴呀 腾讯啊 发展起来了 最后像这个 马化腾还老实一点 像这个马云 他就不甘寂寞了 要跟党 要批评党 实际上呢 批评党怎么不行呢 你不是说你是人民的政权吗 对吧 他就批评了你一下 结果呢 党就受不了了 那就受不了怎么办 他说你跟我不是一条心 那怎么办 我就限制你 一限制就把那个 蚂蚁金服就给打服了 对吧 不让你上市 一下就傻了 对吧 从这些角度来说 应该说 这个 这个 他所谓的 这个调整啊 新制生产力 这个方向 他的大的方向呢 应该是没有错 但是呢 有吃人说梦的这个嫌疑 但是具体的做法 肯定是错了 他的结构性的东西 他原则上 他只相信 共产党自己体系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 那最终呢 一定会走到这个 走到一个平静的地方 那就是暴 那这个时候呢 说真正中国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这个 深层次的问题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自由市场 真正的自由市场 国企和民企 可以真正的展开竞争 在市场上进行竞争 第二一个就是法治 把共产党政府的权力 关进笼子里 那说白了就是 把习近平的这个权力 关进笼子里 如果真做这两件事 中国的经济 是会这个奇稳向好的 但是你说 在他认识上 他可以这么做吗 所以呢 我想他现在搞了一些 花里胡哨的那些东西 其实只是说给大家听的 说给大家听的 但是现在呢 希望能够解决 解决不了 那就还是回到 国家的来控制一切的 这种状态 所以这也是正式符合习近平 从上台开始 就一直在讲的 共产党要领导一切 这个其实是他的理想 他的终极的这个追求 这绝对是不会要改变 让自己的奶酪被动 那么对于中国政府的 这个经济策略呢 国际上也是有一些评论啊 那么不久前 美国首都华盛顿 举行的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世界银行年会期间 这是从上上个星期 到上个星期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 中国目前的刺激计划呢 没有解决产能过剩 和国内需求疲软 这些紧迫问题 那么但是呢 谢教授我想问您 就这些问题呢 即便现在解决的话 到底是暂时的呢 还是永久性的就解决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这个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呢 他说的明确一些 他说呢 要进行改革来提振国内消费 那么这个改革能怎么改呢 就刚才李恒青先生讲了 就是说这种改革 是动到了统治者的奶酪 那么谢先生您怎么看 国际上的这些 他们的评论 是的 他不光是动了奶酪 实际上是最后呢 因为动了了这个 经济基础 他会动到他的命 所以呢中共呢 他实际上是不会放弃的 所以说到最后呢 还是这个涉及到 这个中央党的专制 和独裁的问题 像这个美国 这个财政部长也好 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些一个总裁 他们呢实际上已经是非常 说得非常委婉了 已经非常委婉了 但实际上呢 他们确实戳到中共的软肋 像这个耶伦说 中国的刺激计划 没有解决产能过程的问题 也没有解决国内需求疲软的问题 一个是国内需求疲软的问题 刚才我们和恒青 我们都一直在谈到这个问题 中国实际上它这个经济发展呢 并不是就是说专注于 要增加百姓的财富 而是从百姓身上呢 掠夺财富 一次一次的通过 这个中国老百姓讲 就是割韭菜的方式呢 一查一查的割韭菜 还有一个产能 这过剩的问题也好 它的薪水生产力也好呢 就是中共实际上把它 割韭菜的这些 的做法呢 实际上搬到了国际社会 它试图利用这个过剩的产能 低价的倾销的方式呢 来收割那个其他国家的韭菜 因为中国老百姓的韭菜 实际上是现在很难再割 已经割到根子上 因为它现在没有这个 没有这些多余的收入 没有过多余的消费呢 可以刺激经济 所以现在这个 它如果不解决这些 根本上的问题的话呢 它这些刺激方案的话 肯定是暂时性的 肯定是暂时性的 改革呢就不能改 就是不能改的原因就在于 它一旦改革的话呢 就触动了这个中共的 它对这个经济的控制 而它对经济控制 一旦失控的时候呢 他们也看到 刚才恒卿也提到 比方说是马云也好 这些民企 它感觉独立的发生也好 或者像孙大午这样的 民营企业家也好 最终呢 这个你经济或者你的企业 做到相当大 足够大的时候呢 它必然会涉及到政治的问题 所以呢这是中共的最后的底线 所以它肯定不会做到的 面对这个强大的 这个政府机器 像孙大午这样的人 他是毫无反抗之力 好那么有分析说呢 国际社会最担心的是 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因为呢如果它崩溃的话 会严重的冲击 国际金融稳定 那也刚才也就是刚才 像叶伦这些谈到中国经济的问题 他们也是担心自己的利益 那么如果是那个样子的话 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崩溃的话 会国际 给国际社会带来怎么样一个影响 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李先生 应该说啊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 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岛 相互呢 都有很多的投资啊融资啊 所以应该说呢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到了2015年的时候啊 这个是中国政府人为的推高 这个股市然后崩盘 结果你看在这个时候啊 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之下 美国把这个联邦储备银行啊 就是它的央行的纽约 这个分行的 有一万多页的email 交给了中国政府 为什么这email重要呢 这email呢实际上是在美国当年 在应对2008年底的那个金融危机 当时呢 这个联邦储备银行的纽约分行 就是主体呢 在治理这块危机的 它和财政部 美联储 还有白宫 国会之间的交流的email 全部转给了中国 为什么这么做 这是国家机密啊 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就是要解决呢 这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应该说啊 中国的金融一旦崩溃 对世界的投资者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这一点大家在那个时候都意识到了 所以美国 这个中国要求了 美国就给了 帮助中国呢 来度过金融危机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那具体的做法 西方国家要面对的 说与中国捆绑的这么紧密的这种状态 他怕受到损失 那这个时候 他应该 他还会有些什么巨样的 具体的做法呢 那第一 一个做法什么 帮着中国改变 要把中国改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那这个时候呢 才是解决 真正从根本上改变 另外一个 帮助中国救世 把钱给中国 那现在中国财政没钱了 你把钱给中国 大量的向中国政府呢 输成 那是不是也能够改变呢 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啊 实际上不接受 因为什么 你跟他监管了以后啊 你一旦钱进去了 你监管也就过去了 所以中国政府不接受 那现在被迫无奈 这些外资 最后怎么办呢 他为了避免风险 撤资 对吧 抛售投资 就是什么呀 自救 实际上是自救 现在外资情况都知道 我们像李嘉诚 更狠 呱呱呱呱呱 全退了 对吧 所以呢 为什么呀 玩不起了 那我自救吧 对吧 那最后如果 刚才你问到 如果是最后真正金融 那危机大面积的发生了以后 最后什么景象 那就是中国自己跟自己玩 自己跟自己玩 玩谁呀 你能玩政府吗 就是政府玩你 政府玩小老百姓 又是弱肉强食 就是回到 这一夜回到了过去 就等于说 其实就仅仅从李嘉诚 他的这个做法来说 应该就能够预示到 这个中国 他经济的未来是怎么样子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呢 中国现在出现的经济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政府呢 试图一方面通过资本主义的手段 来获得资源和财富 同时呢 又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政治集权 来控制住资本主义 这两者之间本身是不相容的 所以使得现在我们看的 这个恶果呢 是一种必然的出现呢 谢教授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实际上就是说 他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中共的中国的经济 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呢 他原来的那个专制的 集权的计划经济的模式呢 彻底破灭 但是不光是用资本主义的手段 来获得财富和资源 而实际上是用这个资本主义的手段呢 来挽救这个中共的政权 那这个其中呢 在这种部分的 或者有限度的私有化和资产化 资本化 市场化的那个过程中呢 中共实际上这个权贵呢 它发现了新的大陆 所以它就权贵一个呢 可以通过他们的权利呢 获得高度的那个腐败和高度的那个腐败的收入 同时呢他们还要用这个政治集权呢 来控制这些有限的资本主义 中共自己有一个说法 它从那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 有一个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问题 他们自己也知道 就是经济基础呢 最终要决定上层建筑 那如果中国的那个私营经济民企业越来越来越大 那个经济基础开始发生转变的话 那上层建筑的话呢 就是它政治制度的话呢 它必须做出调整和适应 而这就是中共说不需要 就是说它不能接受的 就是说它即使用中共自己的理论来分析的话呢 他们也知道它这个体制呢 是没有什么稳定性的 就像这种现在看到这种 这个矛盾发展出现了别人的结果 谢谢谢教授 那么李先生最后我想请问您呢 简单的说一下 美国的大选结果对中国的政策的这个走势 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 从近期来看 应该说国共两党在对中国政策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谁上台呢 变化都不会很大 但是呢 现在呢 应该说都会是听其言观其行 现在呢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啊 可能比共产党自己还深入 所以在科技 外交 经济 军事等各方面领域啊 展开全面的竞争 我们是不会改变 不会逆转的 好 谢谢您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 他们的这个评论哈 第一位呢 是这个来自推特的 韩松一不学习 他说呢 高质量就业 新质量这个生产力呢 很难想象这些充满 歧视语言风格的话语 对目前的经济状况 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 来自 Youtube的叫 营韶 他说呢 为什么说总是烂尾呢 急功近利 官员已经被权力蒙蔽 他们巴不得自己 想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就能成为所欲为 那么接下来一位呢 是W 他说没有工业基础赚 外汇再怎么刺激经济都没有用 你看多很多外资台上跑了 MyW 他说呢 以债还债 造成债务泡沫汇率会崩的 最后一位Jack留 他说其实这些 经济层面的刺激呢 不管用真心化 主要还是内外政策的调整 才有意义 没有空间 谁都救不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 就讨论到这里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 艾肯商学院 讲座教授 谢田博士 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 经济学者李恒青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